不过楚邦分析师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也留意整个台数集团的一个 对未来景气的看法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讨论到了 但是今天这样大手笔的买库藏股 这个也是过去比较罕见的手法 不过你刚刚已经剖析得非常的深刻 其实很多的一个公司 譬如说它的一个交叉的持股 它的一些的交叉的持股上面而言 它在高档上面它或许它有卖一些 那现在里面我本身对我公司的 长期的经营的人力 我是有信心的 那现在跌下来 我当然对于景气我可以保守啊 但是我对我的差价上面 我何需保守 因为我现金多 我是高档有卖 我不是高档没有卖 那我现在不能买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里面 很多的公司 它在实施库藏股 对台北股市而言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听其言 台北股市有太多的公司说实施库藏股 但是执行率很低 所以你在未来里面来讲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公司 它去实施库藏股而去做买进 那你后续上面就要去追踪 它是不是买进库藏股的 执行率是很高 那刚刚谈到的南亚科这个部分 因为过去它的执行率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才会对它有信心 在今天里面虽然记忆体未来的前景 并不看好 但是呢 它的一个股价能够因为实施库藏股 而有所谓的一个拉伸的作用 好 所以经过这一次这个大洗牌 这个投资人呢 这个捞宝的一个时机 最重要真的要回归到公司经营的一个本质 还有企业的一个成长 那尤其最近有一些极短线的一个做法 甚至波段的一个做法 尤其是波段的做法 您先前也跟大家所提及的 可以用股息乘以10年 然后呢 再除以2 来看看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 这是一个波段如何长线保护 短线的最佳模型 谢谢大家